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2月23号 诺域志期待双杀白明汉 白明汉主营诺域志的英冠比赛 将在星期三凌晨上演 白明汉上轮刚赢球 球队状态未稳 今次面对来势凶凶的诺域志 白明汉难有作为 上赛季惊险完成护级目标之后 以为白明汉能以此为界 会在新赛季踢得更加稳阵点 但是这个赛季到现在 白明汉依旧被人看不到有任何起色 31轮仅有7胜10和14负劣迹 排在降班区边缘 所以好明显 球队这个赛季依旧需要为互级而战 留意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 白明汉赛季一共有两次联赛两年胜 都是在新年之前拿的 自最后一次两年胜以来 白明汉可以说是进入了死胡同 进攻踢不入球 防守又防不住对手 最终导致过去14轮仅赢过两场那么多 所以排名来到目前倒数之列 一点都不出奇 即使上轮勉强击败石周三 一数之前低迷的状态 但要面对葵三连胜来袭的诺域治 白明汉唯有输小荡赢 诺域治今季降回去英冠 并没有呈现再而衰的状态 反而从失败中并发 最近凭着普基强势爆发 带领球队拿到三连胜 一举登上联赛榜首保座 并领先次值多达7分 冲超目标指日可待 相对于进攻来讲 强硬的防守 在诺域治赢波的关键利器 要知道截止目前 军场仅失0.77个波 的后防线是英冠第三阶的队伍 仅仅落后于屈福特的0.68 同时云斯的0.66个波 并且最近两战同样以凌峰姿态赢波 更加有利的是 计上今季首循环交锋成绩 诺域治近六次对阵白明汉 拿到五胜一和保持不败 讲白明汉是诺域治最大福星 一点都不过分 今次再战 志气大勇的诺域治伤杀对手在职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多谢你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